有请这就是原创 全国五十强入场 有请第一组唱作人 舞台改了 好好看 这边可以坐吗 这是观众位置 是吗 选手应该在那边吧 有请下一组唱作人 你叫 来 来 你干嘛坐这么中间 我们要不要坐低盘 不要 坐旁边一点 坐中间吗 不要 坐中间好显眼 哪里显眼了 一点都不显眼好吧 好吧 其实我又不是一个特别想要做 大概特别中间的一个人 但是他很热情 然后没办法 等一下队长来 第一个Q的就是你 哇 哇 帅 哇 江湖人是都是这样打交互的 选了一个最边上最上面的位置 位置坐下 我就喜欢同别人不一样 我肯定要选一个 大家一般不会坐过去的位置 来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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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坐 坐 坐 哎呦 天呐 哎呀 是不是我做错了 怎么办 可以改吗 各位唱作人 坐好的位置不能更改 我不想坐中间 有请下一组唱作人 你想坐哪里 我坐后面 你为什么 我跟邓杰坐 跟邓杰坐 第二排已经坐满了 你想坐哪里 你呀 我不要跟你们 觉得我 这么嫌弃我 我感觉我是被嫌 真的只有你 因为邓杰超整个就 过来 来 他是整个就是节目主持人一样 走过了 走过了 就从那个电梯 不是 那个楼梯 这里 你要去何方 妹妹 在你的身后 咋子嘛 你要咋子嘛 要坐在卡片的上面 哪有牌子 下面 下面有牌子 就是我们一定要坐在卡片的上面 是吗 摄像机才能拍到我们 我觉得这卡片会不会有玄机 不会的 请各位唱作人注意 不准动现场任何道具 有请下一组唱作人 摔不过三秒 摔不过三秒 去那边没有这么 太满了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他想走那边 那里可以坐的吗 那里不可以坐的吧 那里不可以坐的吧 十枪坐的地方 可能吧 对 可以 我觉得蛮好的 因为 很大 对 可以躺着 请Mazuka注意 你现在坐的位置 是十枪的位置 请坐到对面的位置 请坐到对面的位置 好 太痛了 老哥 老哥帅 老哥 少说 不要看他这么挤 不要这么挤 没有人告诉我 他们不能坐 对不对 有请下一组唱作人 下一个我们一样叫他坐对面 要他体验一下 对 体验一下你 不能我一个人中招 有坐过 去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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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坐哪儿 在对面 这边吗 坐对面 对面 坐在对面 太坏了 老哥 有请三位原创部首 肖静腾队长 陈丽队长 王佳尔队长 接下来 有请QQ音乐 猛受原重忙 榜单前十 来了 我好期待 有请榜单第十名 诺尔曼 毕业于美国伯格利音乐学院的 蒙古族天才少女 伯格利呢 好专业啊 哇 这看到了这个 刘亚 榜单第九名 西楼 曾为华晨宇 林又嘉 SHE等知名歌手 创作歌曲的 影视高手 我从头前都好难 没有露过力 榜单第八名 启悦 超强的创作生命力 让他成为一名 潜力无限的 新生代唱作人 榜单第七名 孙盛希 他曾凭借个人音乐专辑 Girls 入围第26届 台湾流行音乐金曲奖颁奖礼 最佳新人奖 哇 这个很高啊 榜单第六名 宋戴婷 戴婷 他是拥有 无限可能的 非典型音乐人 榜单第五名 孟南 他凭借华语流行金曲 养的词曲作者身份 闯入大众视野 这个有点理解 大事 作品曾被林毅连 张亮颖等知名歌手 收入专辑 说老师就是艺术家了 我不敢 不敢喊他名字 榜单第四名 徐良 好 徐老板 徐老板 凭借代表作 红装客观不可以 成为8090后的青春代名词 是华语乐坛 不可多得的全能唱作人 厉害 厉害 徐良老师那种 就是属于在学生时代 初中 年少轻狂的时代 就爱听她的一些歌 榜单第三名 小峰峰 她是2018年 全网最热华语单曲 《学猫教》 词曲作者兼制作人 她的代表作《学猫教》 在各平台话题使用量 破7亿 厉害 好傻啊 榜单第二名 索颜 她曾为多部知名影视曲 创作《OST》 是颜值与实力兼备的 原创音乐人 这太狠了 这是高手 这是高手 榜单第一名 WINKY S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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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古代来的 好有器材 她用音乐演绎中国诗词文化 及词 曲 编 唱 混 绘 射 剑等多项功能于一身 被网友称为 鼓风圈超权能一体机 第一名 第一名要站在那里 哎呦 真的 坐得好稳 不是他们对面坐下来感觉跟我们都不一样 对面看到好狠的真是 慌了 就很厉害 坐下来马上火油味就很重了 感觉后面 哇 一个一个要 开始要张牙舞爪了 现在公布本轮榜单十强换位赛的赛制规则 四十组唱作人将按照抽签顺序 依次演唱 没有获得队长 或仅有一位队长选择的唱作人 立刻淘汰 哦 获得两位队长选择的唱作人 进入待定区 三位队长将从待定区的唱作人中 选出具有资格的唱作人 进入现实创作环节 现实创作 哇 太可怕了吧 我这个有点残忍 压力好大 获得三位队长一致认可的唱作人 直接拥有榜单前十的挑战权 什么 还要看有没有资格 对啊 拥有挑战权的唱作人 可以选择榜单前十中的一位唱作人 进行换位挑战 成功者直接晋级 失败者 进入待定区 我的天啊 好吓人哦 能选谁啊 都不太好选 我觉得比较有把握挑战成功的人 没有 我觉得都挺有挑战性的 这一轮的赛制 挺过瘾的 如果你挑战成功了 你就去了人家的位置 我们就等着被披折了 对 很紧张很忐忑 然后觉得自己真的就像那个把的那个把心 当时真的会觉得自己就是众矢之地 真正的四十强呢 都还蛮有东西的才能够留下来的 当然十强里面也很强的 所以还是很令人期待的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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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